主料,面粉1000克,鸡蛋100克,花生油50克,牛奶250毫升,蜂蜜100克,主料,酵母5克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面粉加鸡蛋,牛奶,蜂蜜,花生油,酵母揉成团,醒发至两倍大,面团取出,按压排气,改成约5毫米厚的面片,用模具压出图形,也可切成约3厘米宽的长铁。 再改造成菱形,醒发20分钟,锅中不放油,小火停底锅中盖锅盖了,这种做法,饼的上下有层次,更为漂亮,不用烤箱熨热180度10分钟,这种做法,饼的上下均匀,再省时,不用一只手在锅旁调整翻面,烹饪技巧,相比起来,电底秤最为省势,不仅烧出的饼省时, 而且,鱼烤箱烤出来的色彩更为漂亮,此饼的配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进行油,糖,水的调整,油多保质气就会整一些,水多久会绵软一些。 我个人还是喜欢微音一只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